而今年的八通关杯篮球赛 是在中秋年假来办理 一连三天的赛事 终于在10月3号的班晚划下了据点 由来自华林县的铁路局员工 自主报名的队伍铁道人 拿下了冠军 华林县议会副议长潘岳霞 特别到场来颁奖 开心地表示 明年县议会还是会持续支持 赛事的进行 让更多的年轻人 可以投入运动赛事 今年的八通关杯篮球赛 是在中秋年假来办理 一连三天的赛事 终于在10月3号的班晚划下据点 由来自铁路局员工 自主报名的队伍铁道人 拿下冠军 那这个八通关杯的流感 我相信大家都非常记住 真的也要谢谢你们 在场所有的运动员 因为你们能够在动 你的运动 观光运动 所有的产业也要靠你们 大家来帮忙协议 花联县议会副议长潘岳霞 特地亲自到场来颁奖 开心地表示 明年县议会还是会持续支持 赛事进行 让更多年轻人来投入 潘岳霞说 八通关杯的比赛用意 是要提醒政府相关单位 能够更加重视东部交通的不便性 也藉由参赛人士实地体验 花莲的好山好水而做最好的行销 记者高双双玉璃镇采访报导 尚中间消毒